哈喽大家 今天呢是非常久违的雅思影片 也是我非常久违看到英国的好天气 所以我终于可以拍了 相信很多人在2023年 新的愿望都会许下 我一定要考过雅思 但是你们可能心里也很多疑问说 嗯 啊我都已经读了这么久 然后我补了这么多的习 为什么雅思就还是考不过 为什么学校每一个标准 我就还是达不到 我今天这支影片主要目的呢 是想要帮助 如果你的分数是在5分5.5分 想要reach到6.5或是7分以上的人 这支影片呢会听说读写 全部切入每一个你卡关的section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开始之前我想要说一下 所谓雅思的瓶颈期 其实学语言 每一个人学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会卡关 那只是每个人卡的东西不同而已 我自己本身在学外语的时候也是 所以并不要觉得说 哦你卡在这里好像就是 你特别烂什么的 其实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对 听说读写的话 其实说实话 听跟读是最容易在短时间内拉分 你卡关的话 或许你自己也知道 就是其实单字量没有那么多 这两个真的是 如果你常写题目 然后常背单字的话 其实真的很可能可以拉到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作文跟口说 大家没办法突破的点 应该会是大片的作文跟speaking part 3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绝对是单字 我见花了很多时间在讲说 哎你要整理同意字啊什么的 你们一定要做到 不然单字其实就会卡奈奇不来 再绝对就是作答的方法 很多时候很多老师会跟他们说他们成功的作答方法 可你要知道那些方法不一定适合你 当你现在做的这个方法 你觉得没有用 你觉得你还是一直错 或是你真的没有很懂这个方法的原理是什么 你一定要再去寻求额外的帮助 或是你要换一个读书方式 这两个说实话如果没有拉分的话 那口说跟作文其实是更难拉分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握听跟读 这两个说真的刷题蛮重要的 就你们一定要刷大量的题目 但是在刷题之前请备好单字跟换好方法 不然刷题就一定会是增加挫折感的一个方式 在你还没有准备好之前不用去刷这么多的题目 然后让自己觉得说 哦我好烂 不需要 但是在那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需要什么 以台湾学生来说 我觉得找不到答案 通常分成两个情形 第一个应该是最常见的 因为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老师就会说 哦这个单字呢是画第一个意思 但其实雅是有时候都是考难后面的意思 所以我们好像在升学的时候 觉得说嗯一个单字都只有一个意思 但其实没有 那就很容易遇到就是误解题目的意思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的意思啊 对所以意思也非常重要 是因为我们还是习惯 不然就是把题目翻译之后才作答 你的脑中会需要翻译的话 你还是要把很多的意思记下来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就是找错方向 就是说哦你误解了文艺 所以你也误解了提醒 然后你就找错方向 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 一定要好好把握 接下来我就要讲 作文跟考说了 这两个应该是大家 最 我在考上我会觉得很麻烦啦 对 但是只要你过了真的就没事了 好我们先来讲 作文好了 作文的话呢很多人会在成功考到八分或是九分就跟你说 嗯你要背很多模板 模板呢其实有很多种 我觉得我很常看到一整串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背那种 如果你是背那一整串的请拜托不要再背了一整串的那种东西是不可能可以套入所有的作文的对 因为你背的那一整串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活用或是你不知道怎么改 其实那一整串通常就是蛮难用的 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模板就是一定都可以套 没有 他如果都是可以套的那种万能模板的话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建议写 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雅思在评比的时候其实模板是很明显 就我自己在改学人的作文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就说你一定不要背模板 那可是你们可以参考的叫做写法 写法的话就是哦你大概知道说哦他这个这一大题他的面向是什么 他写的方向是偏向哪边加上一些句型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重要的 好那我讲到这边的话大家就会想说好啊那我要怎么写 好请拜托不要背模板之外也不要写那种短句 呃所谓的短句就是主词加重词加受词结束 这种短句请不要写你们都一定要写长句 那对短时间之内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卡怎么写长句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从你原本的短句 然后再加上一些clauses你就变长句了呢 就是基础句加复杂句就可以成为一个长句了 然后你们会觉得说没有我没有写这么短 对那你们很长时候就会用比如说and but so or nor for yet 你们就用这些然后形成所谓的长句 但其实这个长句不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复杂句 复杂句的话叫做dependent clause 重书子句吗 好像是就有分成形容词名词跟副词 这些那我就直接列给你们 讲白一点就是把这些东西套进去你原本的句子就ok了 其实就会差蛮多的 就是6.5分到7分的作文它主要的差别就是差在这边 再来的话是speaking 口说的话其实part 3真的是 很多人失分是失分在这边 因为其实这边就是有点小异论文吧 有点像是我之前都会说是口说版的作文 part 3呢如果你回答错 你方向错你就真的是劝错 你说part 1跟part 2可能还好 它有一些方式 可是part 3你真的是你误解题目就是误解 你没有说到那些点你就真的是没有 那这边的话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小规则的啦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 分成四种题型 第一种的话它就会问你说就是二悬一 它开头可能会是do you prefer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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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你一定要先回复它 你要用你的观点回复它 所以你说I think什么什么 大家可能都知道嘛对不对 再来你说完这句你要解释 比如说its mainly because什么什么什么 说完了之后呢要举例 就是example就来了 好举完例之后 你还可以再给another example 之后呢你是可以用对比的 其实坦白来说在作文跟口说 你们如果可以写到转折句或是对比句 其实成绩会蛮好的 但是不是每一种题目都可以用对比句 但是这个二悬一的可以 所以我还其实蛮鼓励最后讲一个对比的 第二种提醒呢就是好处坏处 问你说advantage跟advantage 这种的话呢就是你一开始你就是直接回复它 如果你觉得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 然后就要给例子 然后例子之后呢你可以用此外 besides或是moreover 毕竟在讲好处坏处嘛 所以你一定要去延伸你的东西 你才能够说服别人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嘛 题也是可以用转折的就是however代入 然后however代入之后呢 你要开又要再继续解释你可以用first second或是also这样 然后这样子就讲完这个题目了 下来的话呢是预测题 比如说你觉得体书会被电子书取代吗 这种预测题 所以预测题的话呢也是你就第一步直接给观点 直接给观点不是像上面说I think 不是哦 Yeah definitely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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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It's quite possible that 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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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这种题目跟上面的讲法有点不同 但是是这样子比较容易切入他要的东西 再来的话这种题目呢就是问什么样子的影响 好 像是题目长这样子的话 第一步呢可以直接 就第一步就直接回 真的就是直接回就好了 然后再来你就要解释 解释完之后就要给细想 这个细想比较不是刚刚上面讲的举例 这边的细想比较是讲说 你觉得为什么这样子会影响到 对所以 其实每一种speaking他问的题目都有他的解法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你知不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在纠结说 我觉得我讲的明明就很好 为什么我的口说就是这么低分 其实就是这样 他每一个步骤都要有 你才可以拿到一个高一点的成绩 回归到我刚刚前面说的 其实每一个人在学习语言都有一个平静情 卡在一个程度上不去 其实也是代表着 诶你其实程度也不错 要再更好本身就有一点难度嘛 那我现在就想要分享我的瓶颈期 来说我的瓶颈期就是法文 还记得就是我在写论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瓶颈假说 我记得好像是南安普敦的老师发的 他就讲说 ABLE TO PRODUCE AND UNDERSTAND 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他还用奥特评来做一个实验 就现在不是要跟你们分享什么学术东西 只是我要跟你们分享我在法文的瓶颈期后 我现在也是一直卡着 我尝试想要突破 所以我有在使用法文杂志 我其实之前是不知道 这个市面上存在着法文杂志的 因为在书局都好像都是只会看到 日文韩文跟英文为最大众嘛 我并不知道法文其实也有 是因为接受他们的邀约进行一次采访之后呢 我就开始使用了他们的法文杂志了 Easy Magazine呢 它其实有很多语言的杂志 那这些杂志我觉得很特别的是 都不是市面上现在有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学习你的第三外语的话 你可以使用 我想要特别推荐的是 其实杂志它的亮点就是 它可以迎合现在的流行嘛 日本不是很流行那种蕾丝的和服嘛 哦我也好想穿哦 然后杂志呢 就会开始介绍这样子的服饰 这个Easy Magazine里面 我看到最新一期的法文呢 它是直接拿Instagram上面的贴文 然后来跟你介绍说 诶他这个贴文是在讲什么 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让我觉得 诶真的有让我觉得好像应用到生活里 那我就讲完了 那我就来跟你们讲一下我的小小结论吧 首先你在亚师瓶颈期的话 我会蛮建议你这个时候不要再去买那种什么半年一年全包的课了 当然我在这边不是要推销我自己的课 而是说我觉得这种一年半年的课呢 其实不见得可以帮助到你真的徒步那个瓶颈 所以我觉得与其花这么多的钱 你不如花时间好好看一下你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读亚师就分成两种类型嘛 一种是你是纯字学的 一种是你有补习的 好那如果你是纯字学的话 你现在已经卡在瓶颈期一段时间 你千千万万一定要去找一个你信任的人 或者是你听得懂的老师 你去问他为什么我现在写了这么多 然后我真的都还是不懂我到底错在哪里 对如果你是纯字学就代表你一直以来都是买书 你在那边自己写 真的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你写不出来 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我的中文 反正就是一定要去寻求帮助就对了 如果你不是自学 你就是本来就已经有找一个老师 然后补很久的行李还是考在这边 那你可能呢 这是三种情况 第一种你的准备方式 或者读书方法真的是错的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单字可能是无效背诵 什么意思 你可能背很多 也不是说量多跟量少的问题 就是你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你不知道哪些单字才是该考 第三个我很不好意思这么说 但很有可能是那个老师不适合你 可能是教法 或者是他讲的你没有听得懂 或者是他并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对所以总结来说呢 雅士的瓶颈期如果过了就过了 如果你一直卡着 就你就会卡很久 所以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你们啦 再看看